女人心里有你才会微信上不经意对你说这些暗示哟 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呐喊 说什么女人心海底增 说搞不懂女人心里的想法 如果什么都让你懂了 她们就不是女人了 其实女人和男人是不一样的 女人就算很喜欢很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也是不会主动去追求的 但都是女人会通过一些小动作 给予男人一些小提示 或者说是小暗示 毕竟女人都是矜持的 如果你懂了 那她会很开心 如果你不懂 那就不要抱怨说女人心海底增了 其实微信上女人跟你说这三句话 证明她在想你是不会欺骗你的 第一句 你怎么这么久不联系我 当你长时间没有与女人联系的时候 女人就会与你这样说 因为女人心里已经放了你这个人 所以她就很容易惦记你 能这样与你说的女人 也一定是想你了才会如此 第二句 难过时想你倾诉 希望得到你的安慰 女人在难过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对她来说很重要 很信任 对她有安全感的人 她会找你说明你在她心里的地位是很高的 这时候她希望你是她的依靠 能打开她心结的那个男人 在女生低落的时候 给予陪伴和安慰 是感情发展最好的时机 如果心意互通 就要好好把握 第三句 周末咱俩都没事 一起去看电影怎么样 在女人的思维里和男人单独看电影就相当于两个人在一起了 所以当女人主动邀约你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跟你表白 如果你也喜欢她 不妨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 让她明白你的心意 不要傻傻以为你们只是朋友 她对你的感情真的不仅仅只是朋友 一般在爱情来临的时候 女人总喜欢被动的等待 就算心里很爱这个男人 也不会主动去表白 这个时候他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暗示 用不经意的语言来表达 她对你的感情 你可别错过了呀